創意底彩竟在运通 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三观破证 道琼CPI公布完之后 似乎就一个利空不迭的一个大涨 所以昨天整个道琼指数 也就呈现了一个大涨 包括纳斯达克指数 当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今天台股大涨其实是顺应 但是不可否认 整个台股这个指数的部分 还是输人家道琼一大截 当然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想象的空间 大家去想 目前整个台股连季线都还没突破 但是他们发现到 道琼已经突破了这个半年线 你说 未来的台股 有没有可能复制道琼这一段 这当然是极具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可能很多人还承认在 就是说这个对岸军演 然后这样子打压我们 又是违海的 又是违空的 连飞机也不能飞 连船都不能跑 很多人还是曾经在这个 比如说像这个军演的阴霾之下 但是就像我之前跟他提到的 今天买股票 你不一定要压上你的身家 这些股票你 比如说你有五百万 你先拿个一百万 即使错也不可能一百万输光 那你有一千万你说拿个两三百万 那也不可能三百万全部赔光 所以有时候在这种 在这个相对的低位区 我这么讲好了 在这种低档区 你要一种所谓四单的概念 所谓的四单就是说 好啊 我就买股票在低档了 对不对 那也不至于吃大亏吧 我昨天有跟他讲 我说我们做股票 不要去把一些什么 户盘基金这些考量进去 不然你这样很难客观的去判断 打个比方好了 如果我今天把户盘基金的因素 考量进去的话 我怎么知道要买巨洋 大家懂这个意思吧 就是说我们在判断很多股票 它的投资价值 它的买进价值 我们现在不要管说 我们今天去买这个股票 涂的是什么嘛 就冲着 便不便宜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 我当初在8月4号那一天的时候 我这么讲好了 8月4号的时候 其实大盘一般般大盘也没说很强 我们来看一下 对不对 8月4号 那天大盘还大跌 还跌的 那天大盘是还压回还跌 可是为什么我选择在8月4号那一天 带会员去买巨洋 为什么 为什么 而且还是一般会员 不是说特别会员的股票不好 也不是说顶级会员的股票不好 我觉得都不错 就很公平 你看我们顶级会员有蓬城 对不对 特别会员有其他的一些个股 所以今天不是说刻意说拿什么等级 说你今天参加哪个等级 也不是这样子去讲 我会分配有一些股票比较不要太贵的 一般还是都给一般会员去买的 大家去想 那天大盘是大跌的 可是如果我当初我在8月4号那天 我把比如说对岸的军演考量进去的话 你想我怎么可能买得到这么漂亮的巨洋 对不对 144 145怎么可能买得到 当然巨洋我不是从低点开始买的 但是你现在回头去看 8月4号那天去买买的是不是很漂亮 这一波巨洋最低134 我没有从最低点 我们是从起账点开始操作 这是维持我一贯的风格 我不能保证说每档股票 一定都是买在很漂亮的地点 这我不敢给你保证 但是秉持我过去一关的风格 一旦买了进买股票买了完之后才会有加码 才会有当冲 这大家懂吧 所以很多人忽略到了什么 就说你一档股票 你要大赚的关键 不是去追高会大赚 你看嘛像今天的狐连 对不对 别用我多讲了吧 让你们再算吧 今天大盘是大涨 258点 你们知道吗 今天跌的股票 权有 居易 智义 你还打得多无情 什么祝隆 秦邦 大家自己看 还有什么这个连宇 好啦 跌了不多的就算了 你自己看 这个都是最近涨很多的股票 你说这些股票 为什么挑今天大盘大涨 他们今天大涨 今天大盘大涨 他们反正今天大涨 为什么 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 今天大盘是大涨258点 盘中才曾经供到将近300点 可是为什么 像全友 G1 还有今天我要跟他聊的 这个狐连 为什么在今天大涨 因为他们涨多了 主力也把握住 今天大盘大涨干嘛 获利把这些涨多的股票卖掉 把资金转到这些什么 跌生的股票上面 你还不懂吗 投资本你们真的是 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这个情形就好比说 现在台北的房价很贵 你把台北的卖掉可以去干嘛 去台南去高雄买三间 甚至买四间都有可能 我有朋友就这么干的 他把他林申北路的豪宅 也不是大豪宅 小孩子卖掉 好高兴 他跑去高雄买三间 而且这三间赚得还比台北那间多 这是事实 他还考虑说高雄天气也不错 很少下雨 还考虑要定居在高雄 他懂那个逻辑吗 今天我不是说鼓励大家 把台北的房子卖掉 我只要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说今天做股票的逻辑 其实就跟买卖房子的道理是一样 哪边有便宜的你一定去买 所以我相信今天 如果可以让你重新选择的话 你绝对不会去买狐连 你一定会听我的话去买居养 这样大家听我 决胜于千里之外 胜败在此一举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有的投资朋友给我留言 说到是 你的股票都在地点很笨 的确我这么讲好了 逢低布局真的很辛苦 因为这些股票还没大涨之前 很多人是不会相信这些股票以后会大涨的 可是有可能你一个月后 或者半个月以后回头来去看 你就会知道我讲的都是对的 就好比如说我当初在跟他聊这个 蓬城的时候 也许你觉得蓬城没有涨很多 人家也过半年线了 有没有看到 我当初在七月底跟你聊蓬城的时候 你也不相信他后面会大涨 我讲那么道理 所以大家了解到就是说 今天我们为了要剥取 比较大的拨断的引力空间 不用做五成就好了 记不记得我那时候在讲 巨洋的时候那一天 我是拿这个 玉琪来跟他聊 我说如果你今天问我 周老师这个玉琪有没有可能大赚五成 我跟你们讲的比较直接一点 我没把握 真的 我没办法 因为他毕竟在一个相对的高档 但是反过来如果你今天问我 那巨姬呢 这个巨洋有没有可能呢 他就有讨论的空间 那大家听我吗 为什么 因为一个在电 一个在低档 一个在高档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 我觉得也蛮可惜的 加入粉丝专业 加入粉丝团 跟我讨论一些波段的操作 要怎么去规划波段 可惜的就是这些 还是宁可去追高 宁可相信晚上八点九点以后 那些名嘴的节目 然后去跟你讲这些股票有多好 你看 你去回想一下去年年初 我这么讲好了 去年年初 有人在喊长龙四百的时候 现在这些人就在喊狐连 同一批人从来没变过 大家懂我意思吧 当初这些告诉你长龙会上四百 万海会上八百的那些人 我跟你们讲 他们现在还是在看什么狐连 连羽这些 还是同一批人 换汤不换药 只是看好的股票不一样而已 你还会相信他们讲的吗 那为什么他们这些 这些号称名嘴级的老师 为什么他们在抵挡不告诉你 为什么 有没有做行议没办法 对不对 我们说很多事情说穿了说破了 就是这么现实残酷 我不去讲这些政热的股票 没有人要看这个节目 那为了要博大家的眼球 有人看三百我只能喊四百 大家懂我意思了吧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夜市叫卖的 叫卖歌 现在还能够在夜市叫卖的人 已经少之又少 大家知道那些叫卖的 做叫卖的旁边都有些帮舍 一个乎这热场 一个乎这话家小 一个乎这成交 这些都是他自己人 他不这么做东西卖不掉 这就是一种手法 江湖手法大家听得懂 所以反观变成说 当我在那边告诉你 逢低布局要抄底干嘛干嘛的时候 当然 很多投资朋友就会心里面有个想法 我等你 周老师讲的股票涨了之后 我再决定好了 事实证明 有些投资朋友不一定会相信 对不对 就像我当初八月四号跟你讲巨洋的时候 你可能不会相信 那天巨洋最近144最高150 你看一下今天巨洋多少 178 就要说两百 不是想要做波段吗 那为什么这种在低档起涨的股票 你不知道要买 你还是去相信这些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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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没办法了 说真的 给我持股展断都是这些股票 老师你怎么看 连宇你怎么看 什么贱汉你怎么看 都是这些股票 我的建议都是一个 买买买买买 快买买 真的 我给的钱都是 快买买 你可以不买我讲的股票 没有关系 但是这些股票现在在一个相对的高档 尤其今天大盘大涨 他们反了大跌 这绝对不是好事情 大家懂吗 这绝对不是应该看得到的事情 反观你看今天大涨 好啦我们不一定一直聊巨洋嘛 对不对 请问茂达是在低档还是在高档 请问3527的聚集是在高档还是在低档 今天大涨 包括我才在跟他聊的台胜科 你看人家也在低档 你觉得这些股票 是不是买了会比较安心 我上节目这么久 我一直灌输一个观念 我们买股票能赚多少 也许跟命没有关系 但是不要搞到自己心 自己每天提心吊胆了嘛 如果你不能做到买的安心 抱的放心 你如何能够做到赚的开心 所以今天我在节目上 我不断灌输大家一个观念 我的坚持就是这样子 你来找我 当然啦 每个时期进来的会员 比如说你今天在参加我的会员 你说到底是我今天参加你的会员 你还带我买巨牙吗 当然不是啊 你现在在参加我的会员 比如说你今天办好手续参加我的会员 我肯定不会再带你买巨牙 一定是买其他的股票嘛 相对的嘛 总不能说叫新会员 去帮救援人抬交 那新会员那心里面也不是滋味 所以在最近的操作上来讲的话 有些股票会选择卖掉 卖掉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要布局一些其他的股票 大家懂吧 这样才会有一个 大家都可以很公平地 赚得到强势骨的那个基本的操作嘛 我们也不用去预设说 到底居然会涨到哪里去 重点是我已经证明给大家看到一个事实了 什么事实 风低布局买进才是真正的王道嘛 你还听到吗 这种道理就要比说喝了酒能开车吗 总的不行嘛 如果你硬要喝了酒还开车 我说真的你被吊销驾照 你被人家罚个十万八万的被传到法院 甚至要坐牢 那你怎么怪自己啊 我们今天就不要做这种事情 我们就是本本分分的挑一些好的股票 逢低布局就等他起涨 等到起涨完之后目标到哪里 周老师自然会告诉你 关键在于说这个股票 我是公开分享的 我没有遮哦 我没有把它贴起来 然后告诉你参加会员 才能带你做这一次 并没有 我并没有 为什么我要公开 因为我现在让所有的投资朋友 可以了解到我的理念 我在想什么 为什么你要参加我会员 你参加我会员你的价值是什么 你跟着我 你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这个你要先厘清 否则的话你今天参加一个老师 你会搞不清楚说 这个老师你做什么 他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啊 我现在可以很直接 斩听截铁的告诉大家 你今天跟上我的脚步 就是这么简单 逢低布局 所有的股票 你今天所节目上 所看到的每档股票 都是从低档开始进场 然后做一个波段 在他大涨的过程之中 当然我们可以有一些变化 什么变化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你看我就举巨洋为例就好了 来你看 逢低先卡位 所以我们在8月4号那天 先144 115买进 对不对 隔天巨洋顺势大涨7涨 对不对 我们在156 157买进 然后呢 185 158那天 这是现马现赚嘛 所以做了个当充 再赚个9块钱的价差 但是我问大家好了 你的基本单会不会有影响 不会啊 我们在144 145买的基本单 是不是要握在手里 后面再涨 再赚了 那就是多赚的 懂吧 这就是一种顺势操作的一个概念 很多投资者就是这一点不懂 满脑子只是想说 老师我要赚很多 我要赚很多 我跟你讲 你要赚很多 你不做加码 你不可能赚很多的 当然封低卡位 绝对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 可是一旦顺势完之后 当天有赚 我们把它当充掉嘛 那封个压力再减仓嘛 等到高档爆炸量 再把它促清嘛 就是这么操作的 大家懂吗 这就是跟上 就是跟着我 你加入我会员 我可以承诺给大家的 一个操作的模式 好了 那你说除了巨洋之外 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昨天尾盘分享的两档股票 可能你忘记了 你贵人多忘事嘛 不要紧 等一下回来给 等一下回来给大家 唤醒一下记忆 看看我昨天尾盘 跟他聊的那两档股票 今天的表现如何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陈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东部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东部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东部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东部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 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 避免出门 家里可以事先准备 三日份的食物 瓶用水 减硬的急救药品 痕灾 小型家具等 要移进室内 或者是加强固定 一般发生灾情 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 进行撤离 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等在海南临时 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提早做准备 台风来袭 也能冲荣应对 我们先假设一个情况好不好 我们先假设 大盘会随着美股 的这个利空出境呢 然后也会攻过季线 我们先做一个假设 为什么要做这个假设 大家知道吗 就是说 我们先去做一个假设 就是说当大盘 随着美股也一起 可以过季线的时候 这边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会有新的资金持续的追捧 或者是会引来一些 短线的卖压 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 先聊这个假设 因为从今天的一些弱势股 就可以发现了出来 已经有人在大盘 接近季线这个位置点 在开始进行调节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不是什么坏事情 假设人家左手 把一些赚多的股票卖掉 把钱拿去买一些 在低档的股票 我觉得这样更好 所以接下来大盘 最有可能的情况 就是在季线附近 会进行一个暂时的震荡 大概在15500附近 这里会进行一个暂时的震荡 震荡完之后 会持续顺势的往上走 就会朝向 我已经设定好的目标 当然这个目标 大家可以慢慢慢慢去见证 去见证 那当然除了我们刚才聊的巨洋之外 刚才刚才提到 包括像台胜科这些 这都是我公开分享 都是在一个底部的 还不错的股票 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 就是说为什么在低档 也许你现在看它还没有出现 大幅的大涨 但是因为它会 有些股票 它的股性可能比较偏向 比较落后的补涨性 所以它还是有可能 会走出一个补涨的行情 那当然除了像台胜科 它现在还在进行这个打底之外 记不记得我昨天刚才提到了 8299的群联 我知道 大家现在对IC设计 又爱又怕 可是我昨天讲得很清楚 就说你看 在整个库存利空的冲击之下 你说它股价没有被修理到 有 它其实股价已经充分地反映了 这个利空了 不然为什么这边会跌得这么惨 你看量也出来 量也出来 那为什么在昨天的时候 我跟它提到这个群联 其实我这么讲好了 我应该等它大涨再来跟它提 但是我为什么还是先跟它聊 我只是要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 股票市场有没有所谓的公理正义 有没有所谓的公理正义在 我认为会有 我认为会有 你看嘛 以它上半年来讲 已经大赚了将近20块 假设乘以二好了 今年整年也要赚个40块 那你说以那现在股价不到300来讲 其实本元币并不高 并不高 我觉得要赋予它一个想象的空间 大家懂不懂 所以你看 在昨天我是不是公开分享 昨天也大点会员买进 有没有看到290 292 这昨天的 昨天的 8月10号 这昨天 我们就在这个 昨天大盘 不是大跌100多点吗 昨天大跌 大会员买股票 记不记得巨洋 也是在8月4号那天 大盘大跌买的 昨天大跌买这个群联 你看 今天多少了 306 不多 万把块的价差不多 但是大家懂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 今天当你在羡慕 我们有赚到价差的时候 你应该练练去思考 那为什么这些股票 你不知道要逢低去买 包括像昨天也跟他公开了这个 6196的樊宣 也许樊宣看起来爆发力 现在你还看不出来 那是因为他现在遇到季线的震荡 等到震荡整理完之后 有没有机会喷出 类似像那个光炸那种模式 请到他拭目以待 也许有可能会复制像 那个蓬城那种模式 有可能 稍微在季线震荡完之后 就喷出就拐头就向上 就直接要挑战班远线 所以你看 为什么我最近也是一样 逢低先带会员卡位樊宣 原因就在这里 他后面会怎么走 我现在不能给他花大饼 但是我只能告诉大家 乔金东高票 股价也不贵 又带一个相对的激起的低档 有没有看到 上半年赚了4.11 等到他帮那些半导体建厂 认列完之后 我相信他下半年 第三季公布的财报出来之后 等到他9月底 10月初公布完之前 他应该会先有破表现 会有破表现 我们在等的就是这个 大家懂吗 当然你可以等到股票确定 涨了再来追我也没意见 但是我相信投资朋友 追股票要追得对 如果追得错的话 有可能就是最高点 就被你们给追到了 所以为什么我还是比较鼓励大家 就是说第一 我们做股票尽可能的 还是乖乖地按照 我讲的这五个步骤去操作 逢低卡位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这个步骤没有做到的情况之下 当我告诉你可以加码的时候 你不一定敢加码 当我们顺势加码的时候 运气不错 如果当天有买 当天有赚的时候 你这边没有加码 你也不见得敢做后面这两个动作 这样懂吧 所以为什么逢低布局卡位 这么的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慢慢的你们就会感觉到 同学朋友 就说我们尽可能的 要把资金集中在表现 最强的股票上面 而不是说把资金分散 每一支都买 每一支都买 没有 所以为什么你看 我有些股票我卖掉 你看我有一些股票我卖掉完之后 带会员去买巨洋 然后把信息卖掉之后 带会员去买蓬城 原因就这样子 我们要懂得怎么去调仓换股 怎么去换股操作 才能够带会员赚得更多 这就是我的一个风格 好了 也希望说投资朋友 一定要记得 这是周老师的坚持跟理念 如果你认同我的 当然都非常欢迎你跟上周老师的脚步 也许你现在手上 是处于那种等解套的状态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与其等解套不如要趁现在 好好的挑选那些在逢低股票 在低党的股票 你才有机会能够把那些 你高党套牢的股票 把它给成本摊平 把它摊平掉 如果你现在不再趁现在 还在底部的时候进场的话 说真的啦 即使未来大盘涨到一万七 哪怕涨到一万八 你可能还是等解套的那一格 那你懂吧 因为你买错股票了 好了 这个有机会再跟他详细聊好了 好了 那今天下午的节目 先为大家进行到这边 节目之后 余叔叔说我投资了 草和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现在有很快要保证 今天才快乐 保证投资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尘头投资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城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尽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